欢迎回到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这本书 这个月跟大家分享的是销售的技术这本书 那在刚刚上一个章节结束的时候 Monica有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她那个案例 她说如果就是一个熊木 然后一直无法 就是 面对的时候 Angel有提到说有一个方法 可以去解套 那我们现在 请Angel来告诉大家解套的方式 好 其实这个解套方式要说难也很难 要说简单其实也没那么难 那就是在我们书里面其实第34 34章322页跟323页这个地方 作者有提到一个就是影响她很深的那个 富兰克林 他其实书都一直提到富兰克林的金句 那 他为什么能成功呢 其实这个 他讲了富兰克林的一个方法 富兰克林有一个13项美德的一个 练习的方法 他在他会列出他的 13项他觉得 很重要的 特质 那这里书中可能是提了一些 比如说节制啊 圣言啊 有序啊 决心啊 诸如此类的 可是像 莫尼克你刚刚提的那个那个人他是找不到他的热忱 那我觉得他可以 嗯 去列出13个 他觉得可能有 热忱的 工作或者是点 或者是 嗯 我觉得应该是说点吧 他依照这种方式 然后 13个 那一年有52周嘛 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做一周 轮一轮之后就13周 那轮 重复的轮了4次一年就过完了 那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没什么感觉 那当然第二次做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对 你列的这13项的其中一项 每一项开始渐渐的有感觉 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找到 嗯 也许他有热忱的地方 那当然我不是说热忱一定是放在销售部分 因为我觉得其实 现在也年底了啦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去 找到你 嗯 新一年度或未来 三五年想要做的事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 嗯 找到热忱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好 那刚刚讲的是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是谁啊 富兰克林就是那个很多基金赚很多钱的那个 基金公司的创办人 还有那个发明店有没有 放风筝 那个 哈哈 对 好 如果大家对富兰克林这13点有兴趣的话呢 请大家自己来看书看看这13点分别是什么 那最后呢 这是我们前面零零种种讲的这么多 自己准备的销售啊 对客户的销售啊 让客户信任这一些 那是最后呢 那请梦卡来帮我们就是总结一下这一本最后的销售的记 述 应该是这么说 作者最后总结了一个 根据富兰克林的成功秘诀 我想 讲到成功的方法很多人都引用富兰克林的 名言嘛 那他把富兰克林的13个秘诀改成了 另外13个秘诀 因为毕竟作者是要讲销售 所以 这13个秘诀可以说是 销售的技术的 关键点 好第1个热忱 第2个要能够 有 顺序 自我安排 也就是你要自律啦 第3个 要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 然后再来 我要搭配一下刚刚Angel所说的 一周只做一点嘛 所以第4周呢 我们要尽量去提问 开始学会问问题 第5周要学习抓重点 第6周要学习 对方的名字跟长相 第12周 服务以及探勘潜在的客户 第13周 成交 采取行动 那其实作者在书中里面还有提到一些细节的部分 那请大家再来看书 那我觉得我们 刚刚刚就是这两个小时之内分享了这么多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行动 你想要变成一个超级的业务员 你听了这么多理论 那你没有去行动 一切都是白谈 所以 希望大家 立即行动 有问题的就去 把这本书买来看 那没有问题的 就按照书中的这些 介绍的这些 铁律啊 这些实际项的基本的销售原则啊 那就实际去执行 那执行过后呢 有什么疑问 不流畅的点 那我们就是把它记录下来做改进 那相信 我们透过实际的行动 每个人都可以变成 超级业务员 那这就是 这个月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销售的技术 那欢迎大家订阅 我们下个月见哦 拜拜